字幕君 字幕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你問必答的環節 這一節的嘉賓繼續有Harry 去解答各位家庭觀眾的股票問題 Harry 你好 你好 繼續歡迎各位家庭觀眾 有任何股票問題 可以致電電話2線2804-6566 或者把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先和Harry聽聽到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邱小姐 邱小姐你好 兩位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請問三隻股票 首先我想請問有邦沒有貨 應該是哪位買呢 好 第2隻就是我昨天問Harry 那你就2828 你叫我98元樓下 大約哪位不能入市 好 問多一隻就是966 都沒有貨 OK 好 順著來說了1299 有邦保險最新股價51.5 跌幅超過1% 這隻股份沒有貨在手 什麼價位可以保處 第一柱可以51元左右 有小姐 大概50天先 我看都會有點彈 但是有邦本身 可能會比較浮沉一些 你先買第一柱 因為市況如何估11月 即大選或者另外的因素 所以我建議你分量轉買 第一柱可以不是1元 試試線 究竟大市是爆下去 還是繼續守在這些 range 大家是一半半的 現在 另外如果你說2828 我覺得本身 昨天叫你97元左右 試試第一柱 這樣去買 我會覺得穩陣 起碼要守一守 如果你看到H股 或者指數 不可以 11月已經很狠跌下去 那你就自己本身95元 96元打走它 或者你自己想手耐少少 博心講通 你就自己再看看95元 94元的位置 吸第二柱這樣去炒 在這些 我都覺得 比較尷尬的位置 你可以這樣做部署 好 第三隻股份966 有隻內險股 中國太平最新股價15.46 跌幅1% 這隻股份沒有貨在手 有什麼時候可以部署一下 近來它比較浮沉 所以我會找到一些 比較低的價錢 才吸第一柱 我自己在看 15.3度是近期的支持位 我覺得它會有機會打穿 不如你等等 下15元才買 支持位就見到 橙色線的位置 15元是下一個支持位 我看它也可能會下15元 15元才買回頭 好 一小姐還有其他股票問題 我前幾天入了一隻中二棟 當時是90元入的 如果我想溝貨的話 價位下哪位可以溝貨呢 好 941中二棟 跌穿90元的大關 看到89.15元 跌幅2% 並且今天曾經創過一個月的新低 看到88.6元 如果想溝貨的話 是不是都可以等到 800元左右可以溝貨呢 我覺得可以先等一下 其實你說本身 是不是 941的基本因素很差呢 我覺得完全不是 用來移動指數 所以 下個位置落到86元 如果你說真的去到87 86元 我才想想再溝貨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見他89元 還跌下 88 87元 你隨他走 我覺得 之後 其實要回到你家鄉價 甚至更高 機會都很大 所以暫時來看 因為他最主要 譬如今天二百多點 他是其中一隻 用來動指數的籃銷股 所以我覺得是一些指數 炒賣 臨近結算 波幅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真的見到 市況逆轉得很快 你見到他落得很厲害 我真的要落他去86元 我才覺得90元那些貨 可以溝貨 所以現在現階段來說 我會由他先 好啊 多謝了邱小姐的電話 和Harry看看一些電郵 林山有兩條股票問題 第一條388 金山遠景 最新股價17.8 跌幅2% 我想部署這隻股份 現在是否一個好的時機 看看他有沒有位落到 他的五十天線 大概17.3 17.4 你放下去 你向上看 就多些東西看 我覺得 金山遠景 現在的股票 都是放在手郵 手郵結合他 在手郵裡的運服務 看看會不會多些增長 市場看得很正面 還有今季 也有很多資金 去玩在手郵股 或者互聯網概念部分 所以看他的市場 逆轉 看看是否下降到17.5 以下 17.4 17.3 你才買回你的股份 第二隻股份 是有隻鋼材股347 有安鋼 看到他公佈了首三季的業績 股東應佔日 增加2.1倍 去到9.77億元人民幣 林先生想部署一下 看到今早就升了少少上來 今天就跌下來 即現在來說 跌下來 是否部署的好時機 看一看他會不會下三個九 不動的話 大概在這些位置 就算都賣得那麼低 如果你想賣的話 看上去 看看會不會破頂 業績挺漂亮的 走勢上面 資源類別 都繼續強勢 有色金素一樣 所以暫時來看 我覺得 撐就撐3.9 如果你看到他 完全在3.9.5 都已經有錢 買回頭 那你便是這些價錢 都買不足足一毛多 看一看久一點 看一個多月 看看會不會破頂 好 聽完一些電話 看完一些電郵 跟你說說3331 偉大國際 同樣都出了業績 2016年9月30號至3個月的營業額 同比增加是2.5% 去到30.22億元 毛利率是31.6% 經營日理同比增加是4.9% 去到2.31億元 見到其實那個增幅都明顯 但今天的股價 暫時來說都要跌3% 或者333 日最新要報15.68 究竟業績應該怎樣解讀呢 業績方面 叫做平平穩穩 但老實說 你說是否很有驚喜呢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維達其實在這些紙巾 或者是護理品牌的股份裏面 叫做資金最追捧的一隻 但是始終給大家的增長性來講 因為其實很多都是關乎結構性的增長 因為之前大家都清楚了 買了孟思愛生亞那邊的品牌 所以你說增長性來講 的確是一般般的 毛利率其實沒有特別增加到 所以現階段來講 我會覺得 由於它的股值真的比較高一點 如果你說看331 這些是最簡單可以看PE的 PE是49倍的 所以如果你說增長性 又不是一些很顯赫 而令到大家很刺激的業績走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的看法上 都是比較悲觀 不過我覺得 暫時的股價 看到它衝過去的50天線 但是馬上有些錢買回來的 所以我覺得 那個負面情緒又不是說真的那麼厲害 但是暫時來看 由於股值都相當高 而業務上 大家都看到它 它寫了明 它自然增長是12% 大家都會相對來說 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穩定的股份 我先打橫行 所以要看看它 接下來會不會再在品牌上 做一些動作 又或者是會不會進一步收購 而望一望 經營活動現金流來講 這次它沒有公佈 但是做這些紙巾的業務來講 通常都會 尤其是業務範圍一闊闊的話 其實逐步逐步會有一個 Economic scale出來 所以維達國際來講 我又不會看得太淡 明白了 果然這隻股份 再跟大家跟著大市的表現 內地股市發明全線向下 上證指數跌10點 報3105點 深淨城指跌52點 報10765點 滬深300跌14點 報3339點 創業版指數跌9點 報2175點 恆指要跌257點 跌幅超過1% 報23069點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先跟Harry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過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帶了你詳盡的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會吧